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学翻译一等奖 中国兰顿优秀文学作品奖 2004年荣获俄罗斯世界人民精神统一国际科学院授予的院士称号 2008年获得俄罗斯皇家协会颁发的圣尼古拉金纸勋章 2017年聘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中俄战略合作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2018年聘为俄罗斯联邦国立经济大学的教授 孙教授 我知道您的母亲是50年代北大俄语系的毕业生 在您的家里边有一个储藏间 这里边有整整的一幕箱的苏联的原版书 小时候家里的环境对您的影响大吗 说实在的 我母亲她学俄语的时间比较早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 就是她是50年前后 1950年前后上的北京大学的俄语系 当时俄语在中国是第一外语 也就是说从很多角度和历史来观察 她好像那个年代每个中国人或多或少的都懂一点俄语 所以在这个时候她考上了俄语系 但是她对我的影响 她学的俄语对我的影响 说实不是很大 那么这个跟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有关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她虽然在50年代中期毕业大学毕业以后 在中国的这个中央气象局担任这个苏联专家的翻译 但是我出生的时候是已经是50年代年末了 59年的年底了 在这个时候中苏关系已经开始走向破裂 从赫洛夫1959年11月访华以后 这个中苏的关系逐渐的走向破裂 到60年代初夕的时候已经基本是完结了 所以我们上小学的第一天 或者上中学的第一天 我们所取得到的所谓外语 已经不是俄语了 已经是英文了 这个我呢也从初中开始 开始学的外语是英语 根本没有俄语的事 而且我母亲当时很拒绝跟我说俄语的问题 因为在那个年代 大家现在可能很难想象 就是如果选择错了一门外语 对每个人的政治生涯 它是有严重的影响的 这个影响的程度 当时我们可能还不是很清楚 后来逐渐的检线出来了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但是刚才您讲我们家留下的这一箱书 对我影响很大 我是一个对文字特别敏感的人 不管什么文字 不管哪国的文字 认识不认识的文字 这个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很喜欢这个文字 我喜欢这个语言的这个语言的这个发音 这个另外喜欢他的这个喜欢他的这个书写 特别喜欢他的这个文字 连接一起的成篇的文字 所传达的这个故事 和他的这种情和他的情感 那么小的时候虽然不是说 从小就饱读诗书那样的 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我们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正好感受文革 而文革的时候 大家知道 对很多外来的东西 包括我们本民族的文化 很多都是被禁止的 但是这一箱书给了我很大的启示 在于 首先在于它是外语的 因为它全部都是俄文版书 第二 后来我才知道 所有的这些书都是名著 都是我母亲在读大学期间 和这大学和读大学毕业之后 她所买的和俄国专家送给她的俄语书 当时俄国 苏联专家送给她的俄语书 因为苏联包括现在俄罗斯人 他们有一个很 跟中国人不太一样的一个传统礼节 就是愿意在节假日 或者在时日时候送有读书 这个最后一般来说都是名著 或者是比较精美印刷的这些这些作品 所以我们家就有这么一箱书 当时当时我不懂俄语 当时一个字都不懂字母都不认识 但是我会经常的把这一箱书在家 他们父母不在的时候 拖出来摆在地下 每天在玩味它的封面 它里面的插图 虽然看不懂 比如说莱蒙托夫的诗集 这是我后来才知道 这是莱蒙托夫的诗集 我会前前后后的把它打开盒上 看它的设计 甚至就闻它的味道 我有病似的 小的时候对一箱书的情感 就是这样发生的 这是后来有大一点的 现在所谓老三届的这些学生 哥哥 对我们来说是哥哥姐姐一级 把一个叫到家里来说 你们当时学过俄语 这什么东西 你帮我看看 他们也不是很清楚 他们的词汇 他们阅读 要极为有限 但是他们说这是谁 这个是谁 这是奥斯洛夫斯集 这是钢铁市场链城的 美尔多尔斯泰高加索的囚徒 这很独特 对俄罗斯文学的情感 就是从这一箱书 在没有任何人指导阅读 甚至是提示的情况下 通过一些小伙伴的解读 告诉我封面是什么东西 那种是谁写的 这样俄国文学发生了兴趣 觉得这个俄国居然还有这么多的作家 当然中国也有很多 但是问题是中国我们读得太少 我们那个时候正处在一个文革 文革大爆发禁书的时代 所以我能看到这一箱书 就会就是当时来说就是一个盛大节日 对我童年来说就非常有色彩 对我的这个心理来说就有冲击力 特别是我因为我喜欢 刚才我说了喜欢所有的文字 喜欢所有的文字表达的形式 喜欢这种被变成文字印在纸上 就设计成这样美好封面 这个这么好装针 所以我觉得是一件很快乐 很幸福的事情 大概故事就这样 孙教授您小时候的梦想是做什么 想到过以后会成为一个作家吗 实在的我从来没想到过 我那个小的时候 我们的梦想比较复杂 因为来自这个年代 1966年上小学一年级 这也是非常伟大的革命爆发的年代 所以在那样一个年代 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对人生还有策划 这样对未来这个还有期盼和敬景 就是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但是参加革命是肯定很向往 所以参加革命对我们来说 就是举着小旗子 跟在大人的浩浩荡荡的 这个游行大军的后面走上街头 这个我参加了很多次 参加了很多次 因为我是在北京的高校的校区 就是像人大、清华、北大、北爱 还有八大学院 我们住在这个区域 所以这个区域 最容易爆发集团式的群众集会和游行的 我一直在当时参加这些 会裹入这些革命的洪流力以后 我就想可能人生最大的快乐 这个未来最大的快乐 就会应该像当时走上街头的这些大学生美一样 参加革命 这个是 所以我就后来上了小学之后 偷偷读过一本书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我就特别想象自己曾经是参加过这个 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这个 这个游行队伍中的 大学生队伍中的一员 所以没有那么具体定位给自己要做什么 但是我自己非常清楚的感觉到 我依旧的文字 对语言 对这些东西 它的兴趣特别大 特别强烈 后来 这是后来 这几十年之后 其实我才明白 或者是隐隐约约的觉得 其实这是有天赋 可能驱动 我应该从事这项工作 但是具体做什么 是做文学翻译 还是科技 还是去做普通的文字 还是只是做个抄写员 我也不知道 这所有的事情 我觉得都是一步一步的推演到最后 变成我今天这个样子 但是在那个时候 我很喜欢阅读 尽管读的书不多 因为没有什么可读的 我们从图书馆去借来的书 还是说从小伙伴来抢来的书 还是从任何地方得到的一些旧书 我们 我只是有机会就去阅读 尽管当时再说一遍 就是我当时被限制了 很多被限制读书 但只是能够拿到什么就读什么 没有考虑到自己将来会做什么 更没有想到自己可能现在还在去写故事 在写书 这现在想想 当时都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事 在70年代的时候 您上了高中 喜欢上了钢铁是怎样 炼成的原版的插画和国内一版的同名小人书 于是就开始没日没夜的临摹 有一次在数学课上画鲍尔被发现了 这个画就被交给了班主任 当时班主任是一位女老师 她笑的时候 您当时觉得说这是笑里藏刀 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当初的情况 这个很有意思一件事 我到了初中以后 就是曾经想 终于想了一些事 我现在补充一下 终于想了一些事情 就是有没有可能成为画家 就是我很喜欢涂鸦 不会画画 再声明不会画画 很喜欢涂鸦 画在一张白纸上画我只有我自己能看的东西 当然后来也买几本科科书 希望能规范的学习美术 比如说苏写素描 定物写生 但是一无所成 所以当时在我们那年代流行一本连环画 叫《钢铁传练成》 就是根据苏联作家奥斯多夫斯的原著改编的 那部长篇小说 因为我读过 就是偷偷的读过五十年代五五年的中国青年出版社那版 这样的 就是每一翻译的那一版钢铁是怎样练成的 所以我就对那个书的情节真的是非常熟悉 简直就是因为只有几本书可以看 就反复的读 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的那篇小说是数版的 繁体字的 很多字我不认识 因为我们没有学过繁体字 我们是学简体字的 我们没有读过数版 我们全是横版 从左向右写 我就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数版原来这么好玩 我就看每一个繁体字都像非常奇怪的一个构成 当然因为不知道什么叫繁体字 我们老师也没有讲过 父母也没有讲过 朋友也没有讲过 无从查起这个繁体字 这个到底它从钻体 从其他的变体而来 汉语这个变体而来 但是没有人跟我们讲过 所以我就觉得它很好 它一方面很奇怪 一方面很好看 因为它很多的笔画 我就觉得虽然不懂 看一直在读 特别是老板的钢铁是怎样练成里边那些插图 非常精美 那是后来我才知道 我到了莫斯科去跟 到作家协会跟他们聊这个问题 那些老作家们告诉我那些原版的插图 都是三四十年代苏联画家的这个创作 原版的创作 那看了这些东西之后 我就觉得我真觉得画得非常的好 很非常的这个精湛 当然后期出现了这个钢铁是怎样练成的中国版 这个也很不错 尽管跟苏联的插画有区别 但是我觉得也很不错 所以它成为 因为那个连环画小儿书好携带 上学的时候穿的书包里 穿的书包里 这是我的心态就是这样的 但是所以我们的老师被老师抓到以后 首先就是不务正业 在当堂课上不去做作业或者不去听讲 而去做这件事 这首先是不务正业 其次画的这个人是外国人 第三这个外国人可能还是个坏人 因为老师他也没有读过钢铁是三个列车的 他没有读过 不是我现在像我们想的是人尽皆知的一本文学名著 那他就觉得说你看你画这个人怎么一脸 他就是刚才您说这个笑里藏刀 就是他就觉得为什么要对我那样的一种笑 我就想他肯定是觉得抓了一个现行 人赃俱在 当时讲究现行反革命 就是抓到我在课堂上看到我的画 而且把我的画缴获了在他手里面 所以他挺得意 完了就找我谈话 就是说第一你看你在画一个外国的东西 第二你知道不知道你画这个人 这个还在吐黑水 在喷毒 在放毒 就是他说的很大 因为这都是政治词汇 在如果在经历过当年的政治风波的话 或者是那种残酷的运动的话 我想每个人都知道这句话的含义 和他的分量甚至会给你带来的后果 最后我觉得我跟他反驳 我是从美术的角度 我说这是阴影 这不是他的放毒 在脸的背后 他脸是白的 如果衬托黑色的线条 会使面部的更突出 还跟人说这个什么呢 还跟人说这个谈艺术 谈结构 最后老师说你不用解释了 你已经今天到这个地步 你只有检讨 有人说我这个立功赎罪 你没有任何的权利在解释 所以当然后来这个事情又上报了之后 又挨的批评 差点给了处分就过去了 但是这个事情对我的印象比较深刻 比较深刻到不是别的 他怎么给我戴高帽子 完了要怎么样处分 我觉得都是次要的 重要的是我觉得 我就在一直想一个问题 我说难道说一个老师 在那个时候没有读过 铁是怎样裂成的吗 这样重要的一部著作 这样有名的一些插画 他都不知道吗 他陪当老师呢 这就是我当时 对这个问题所持有的疑问 疑问了很多年 持续了很多年 当然现在草都释然了 一个人不知道什么什么 不知道历史 不知道文化 不知道哲学 不知道宗教 这很正常 这很正常 特别是在那个年代 这都没什么 他说的很多事情 包括抓到一个学生 想把他怎么样 我觉得这也很正常 也许是为了立功呢 也许是为了教育我呢 我觉得我现在 那些那个年代的事情 我只是觉得很有趣 他还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就是这样 在1983年的时候 您毕业于解放军 洛阳外语学院的俄语系 当初呢 为什么会选择学习俄语专业 我从来没有选择这个专业 说实在 这个专业我是零起点 因为我是考英文 我是学英语的 考英文大学高考考了英语 考了英语之后就很兴冲冲的进了这样一所学校 进了这所学校 也不是因为我多政治上多进步 思想上多么高尚或者怎么样 其实我很简单 我觉得当时军人的这个地位 因为是先军先军国家嘛 军人的地位是很高尚的 对于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来说 上这个军校当然是一种当时被称的精神上的选择 但是我们经过了新训练之后几个月以后 这个我们就被通知啊 说你们这些新招了这批新的学员三四百人 还是四五百人 我忘记了 这个是个总的数 你们的选择不是很多 他说当时我一愣 我是怎么还有选择 我们不都是学英语的吗 我们学英语的时候 不是应该理所当然的英语系吗 那时候还有别的选择吗 当时就说通知告诉我们 就告诉了我们 说英语系就不要再想了 英语系早就满员了 没有任何席位再给你们去学习和深造 你们剩下在剩下的几个系里面 你们可以自我挑选 选完之后尽快入类学习 后来就告诉我们了 就是有什么阿拉伯语系 波斯语系 朝鲜语系 什么这个越南语系 俄语系 想了吧都不知道该去什么语系 因为别人可能都有 当然别人更茫然了 大家都不知道这些语系是干什么 这些国家是怎么回事 他们的国情是怎么样的 跟中国的关系是怎么的 跟个人的关系 大家都是一无所知 我也是一无所知 我唯一 我后来就自己被 选了一个俄语 选俄语的唯一的理由和根据 就是我曾经看过那箱书 我曾经因为画保尔科达金 钢铁散链成的埃国马 这就是这样选俄语 您后来为什么去莫斯科深造的时候 选择了神学院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就是因为我后来很快就从八十年代中期 1985年以后就开始进入比较 越来越多的去进入俄罗斯 当然苏联文学的范围 苏联文学在那个时候 当然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 初始阶段 翻译的初始阶段 对于很多文学作品 我们按照文学史上的解读 去介绍分析 我们去进入这个研究和翻译的过程 但是我依然觉得有很多 很多的这个作家和作品 我不理解 这个对我刺激比较大的是 苏联的作家艾德玛特乌的作品 这个我想各位老师和听众们 在这个百科上都能查到 包括在Google上也能查到 这个艾德玛特乌在中国从85年之后到今天 其实一直都在服务研究和评价 这个作家是苏联基尔吉斯的作家 后来获得了苏联国家维学奖 他有一部作品 他有一部作品是叫《洗行台》 也有人翻成断朵台 这个作品大概用了 这个作品大概有40万字 用了一半的篇幅 在讲圣经里 圣经里故事里的一个人物 在当代的延伸 其实就是讲了生与死的问题 讲了悔悟 罪孽与悔悟的问题 讲了如何人 在这个死后是何去何从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当现在看来明白 可以提炼出这些主线 那些贯穿于作品的主线 他的思想高度 他的价值高度 但是当时来讲完全不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写这个故事 为什么把一个不像 他不像欧美的作品 他能够把握到人的 行为 动作 语言 心理 变化 他非常的 有时候非常的凝炼 有的时候非常的虚幻 他的善恶观 跟以前苏联作家 这种结构体制 或者是受到影响和教育的这种善恶观不一样 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就是 当时八十年代之后 苏联的文学作品 影视作品 在反思斯大林主义 其中有一部电影叫悔悟 悔悟讲到一个 他就讲到一个人对那个年代 就是我们说的苏联最残酷的 这个大清洗这个年代 他所做的一系列的忏悔 心理感受和灵魂的反思 是不是要把整个社会和历史的灾难 归结于一个人的身上 那么还是说应该有一个全民性的悔悟 是每个人由于他的种种的理由和原因 造成了这种灾难 给社会给人生带来了巨大的动荡和不幸 就是这是一个 就是苏联后期文学作品 就是逐渐的走向 它逐渐提升了很高的这种精神高度 和这个反思高度 就是我认为这里边有强大的宗教引入 尽管苏联不这么提 因为苏联时期对于苏联传统的宗教 他的解读和他的研究是秉讳的 尽管他在伯雷尼夫时期70年代不见恢复 在赫鲁晓夫时期就是五六十年代被打压的动荡教 但是他依然没有大规模的去开展对他的研究 再往前说托斯多伊夫斯的作品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美国 我知道欧洲都很流行 都演译成了英文法文德文 都已经完全世界化 他最重要的作品罪与法 实际上完全是用宗教的角度解读了一个罪犯 他的心灵所受到的 在罪孽之后所受到的深重的处罚 他这个深重的处罚的理由根据和源头来自何处呢 所以我觉得依然是来自宗教 但是这个东西我们当时看不懂 完全不理解 即使我们手里有圣 我们身边有解读宗教的老师和教授 我们还是看得不明白 这是促使我去了解俄国东正经法 发展历史和现状 以及对人文作品的作家们的影响 重要的理由之一 再一点就是我们很多人都知道 特别是老家和亲属在东北的朋友知道 哈尔滨 长春和沈阳这三大城市 在东北三大城市 当然还有其他城市了 他们在跟苏联跟俄国有千万里的联系 从20世纪初 苏联俄国大革命爆发之后 有大量的上百万的 数以百万的俄国和东欧侨民 进入中国东北 一直到后来 一直到后来 1945年之后 1945年前后 苏联出兵中国东北 就1945年8月8号前后 出兵中国东北 跟日本关东军作战 他们包括对后来东北 这个解放以后 解放前后 他们的影响都有直接的关系 都有直接的关系 那么我们会看到在这些主要城市里面 都有东正教教堂的遗迹 甚至有些大教堂 现在依然今年存在 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 他们对中国东北的文化 以至于中国内地的文化 包括广州湖北北京上海 都产生了哪些影响 他们到底来自何处 所以就去莫斯科 正好我们的有些作家 在俄国作家的帮助之下 认识了很多的 我们的俄罗斯的宗教界的人士 神父主教 包括修道院院长 因为他们90年代 90年代末 2000年初的时候 他们也处在一个 宗正教苏联之后复兴的关键时刻 很多他们俄国人 他们也不懂 也不知道 也不认识 宗教刚刚开始恢复 教民们刚刚开始聚集教堂 神父们开始用最最简单的语言 来解读圣经 来解读宗教是俄国的 宗正教的历史和形状 我觉得我赶上了一个很好的契机 就在这个时候 我去他的神学院去听课 加入了他这个神学院的干部研修班 所谓干部研修班就是这个 来我们这个班四五十天听课的集体 都是在职的干部 我们那个班上有国家公务人员 有海关人员 有警察军人军官还有教授学者 所以组成了这么一个干部研修班 所以我从他们对东宗教的理解 也听到了非常多的 学到了非常多的知识 这是一方面 那当然反过头来就对我解读 刚才前面我提到的 我所不能理解的俄罗斯苏联文学作品 有极大的帮助 终于明白 为什么他们的文学中渗透了这么强力的宗教色彩 而这宗教色彩的本质是什么 他们的价值观是什么 他们的生死观是什么 这也非常的重要 翻回头来 我就又挑选了一个这个方向 研究方向就是研究俄罗斯东正教对中国的影响 就是另外一个主题了 东正教与中国 就是俄罗斯东正教与中国 他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到中国 他从1685年第一次亚克萨之战 发生在这个黑龙江的源头上游 尼布祖亚克萨一直到黑河 进到中国来之后 他是如何成为 这个在漫长的四三百 不到四百年的这过程中 在中国各大城市逐渐的蔓延传播 形成了这个西方进入中国内地宗教的一个分支 这是怎么来的 当然这个展开来就讲特别多 这个历史非常漫长 最近四百年的历史 我至今虽然离开了俄罗斯了 回到大陆 但是我至今依然对这个主题 这个历史主题 学术主题 文学主题 抱有极大的兴趣 我觉得而且还在不断地写作相关的题材 就这样 2008年您获得了俄罗斯皇家协会颁发的圣尼古拉金制勋章 在庆兴点仪式上向您授予勋章和证书的呢 是俄罗斯的皇家协会创始人会长 圣尼古拉二世罗曼诺夫家族的金制勋章的持有人瓦列里 马尔克索维奇 德米特里耶夫 孙教授 获得这个荣誉 您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这也是一个当时非常的突然 我记得这个事情 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我完全不了解这个奖项 完全不了解这个奖项 是他们是我提名去获这个奖 是由教会来提名的 很奇怪 非常奇怪 而且是因为有两个理由 第一的就是我在莫斯科创办了一本学术杂志 叫这个中华福音 很多人说它是一个传教杂志 实际上它是一本学术杂志 因为我的定位是一本历史文化宗教研究杂志 第二就是说这个杂志里边用大量的篇幅 实际上介绍了作为华裔的一个学人 对东正教和在中国和俄罗斯和中国在东正教传播时期的关系做了梳理 还有就是我们作为华人学者对俄罗斯文学在中国大陆汉语地区的普及我们的见解 他们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从来在史上从来没有人做这件事 因为当然今天我做的也是这件事实际上 那么就是他就觉得这个需要对这样的事和人 以及我们所做的这个成绩予以鼓励 这是后来俄罗斯东正教协会和皇家协会 他们共同提出来这么一个理由 就是这样的 后来我就问过他们 我说还有谁曾经得过奖 他们好像给我介绍了很多 我也不是很熟悉 因为完全我不知道这个事 好像还有原来莫斯科的市长 还有卡拉什尼科夫 卡拉什尼科夫是苏军的一个武器专家 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自动步枪的设计师 那个创始人 还有其他几位宗教界的名人 这个反正就是很奇怪 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说 这个也算是我们的宗教界文化界的同仁 对我的一个鼓励 因为没有太多的中国人涉及到这个领域 因为由于我们的传统文化 和这种无神论的文化 和这个俄国这种有神论的文化之间的冲突 还是比较大的 我们看到有历史的鸿沟 有沟通的这个我认为是要跨越障碍 所以可能才更觉得 他们给我这个荣誉是一种鞭策 因为它是很难的 要转换我们作为华人 要转换转换我们的思维模式 才能够去阅读理解和这个去深入到这个领域 这是很难的一件事 而且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怎么能在长达三百多年的历史中 把中俄交流的最重要的一块给失去 或者不闻不问的 那么这个我们再上升一个高度 我认为这是中俄目前 过去目前和未来交流的一个最重大的一个方面 而且由于它对它的理解程度 直接会影响两国的关系 甚至两国精神层面的关系 从彼得大帝时代到普京时代 他要向中国传教进入中国内地 成为中俄 特别密切的不可分割的两国关系 我们是不是对这个问题理解得很深刻呢 我觉得是恰恰相反 而且他们提出来 这个俄国教皇 他们叫大牧手提出来 东正教是中华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个我们在自己的国内从来没听到过 但是他已经这么讲了 列入教科书了 因为他说我们已经有了三百年的教皇室 已经成为你们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你们为什么不知道 你们为什么不去学习和去研究 这就是促使我去研究这个东正教的 可能更强有力的理由吧 您在2020年的8月呢 出版的作品叫做 俄罗斯的独行笔记 是一部行走俄罗斯的深度文化游记 这是您二十余年 独自穿行于中俄四百余年来的历史沿海写下的文字 书中呢 不再重复那些充满陈词暗调的故事 力图扫除多年来 中国人对苏联以及俄罗斯的误读 孙教授能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本书吗 这本书是我这个2012年以后 就是从莫斯科后来回到 回到北京 这已经是结束了我 大约将近 断断续续将近20年的这个 漂泊生活之后 回到北京之后写的 写的这个第二部了 写的第二部 第三部了 实际上前面还有两部 也是类似的这个所谓游记 都是我在俄国所接触到的 人社会和生活的直接的这个描述 就是最后一部呢 可能就是更广泛一些 因为前两部可能写的比较文化 就是从文化层次多一些 这一部就比较多 因为这一部呢 就把我以前所接触到的 政治文化经济 还有这个犯罪 改革 私有化 新闻出版 就是我所觉得比较在所有的 这个转型期国家所面临的改革领域里面的问题 只要是在俄国我亲历的 我把这些故事都搜集过来了 因为有些故事呢 是在片段是在大陆的一些报刊杂志有过连载 有些没有 因为这个说到这个问题啊 这个我就想再多说两句 就是因为第一呢 我实际上在最近的20年 我们对俄国所发生的比较隐秘的社会 社会变革 他的那个真实性和他的这个 和他的这个实质性 我们还是缺乏一定层次的理解 那么 但是如果你把这些东西选写出来的话呢 恐怕也会有问题 就是恐怕 在出版上会有问题 第二呢 就是说 感兴趣 有多少人会感兴趣这个事 这都是我在写作中所面临的 遇到的问题 但是我还是写出来了 或者是把我所知道的都写出来了 就这些呢 大概有 大概最近 最近这个十年 不到十年 七八年可能写了三四十万字吧 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最 我们能看到这本书里边 讲到的 我所亲历的 俄国 这个政治文化经济 这些领域里边的这些 故事 或者这些 亲历 大概也就十七八万字 就是这 我只能说 这些是目前我们可以 或者是大陆可以出版的 可以出版的 就是不会产生意义的 或者不会产生冲突的 当然 我是希望 能够 把更多的 有趣的 我所理解的这个东西呢 就是或者我见到的 我书写出来的东西 跟大家来分享 比如说这里边 可能 没有 汇入这个文集的 包括 他的体育犯罪 包括 俄国的这个 传媒的私有化 包括这个 俄国这个 在解体 解体 苏联解体之后 将近三十年 他的这个精神领域 青少年 女性 这个精神领域的巨大的变化 很多篇章很遗憾 都不能收入到这个 到这个 文集里去 所以我也很希望将来 未来在 在 合适的时候呢 由合适的地区 由合适的出版商 由合适的出版人来 来这个 跟我来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再出一个完整版 假如大家还感兴趣的话 总的来讲 就是我觉得 就是国内的有些史学家的 看了以后 因为他当时 史学家 史学家们肯定是 一般来说是 不屑于看这种散文游记的 人家都是做正史研究 引经据点 这个 有利益 有结论的 这个史学著作 但是 史学家们 还是对 这个 我这部散文集 给了一定的 比较中肯的 评价 就是说 作者至少还是了解俄国的 是了解俄国的 就是 我把我的这个作品 又跟 又跟 这个 2015年 诺贝尔奖 获得者 阿里克西伊威奇 就是写这个 提俄罗贝尼 祭岛的这个作者 在明斯克 刚才我们谈到明斯克 我去明斯克两次 跟他谈这个事 后来我翻译了他的 切尔奖 这本书 我把我的书也给他做了介绍 详细的很多篇幅都朗诵给他听 用俄语 他说 你是一个诚实的人 不管你的水平如何 至少你用诚实的话 讲了一件真事 一件真事 就是我在前苏联 或者叫苏联地区 或者叫俄国 或者叫东欧地区 行走了20年 这么一件事 所以我希望 能跟大家 共同来分享这篇书 如果还想 大家还 服得更多的 更多的情况的话 我们可以有机会 用别的方式来继续 对话 孙教授 您有一个1989年 就认识的老朋友 他是白俄罗斯的作家 斯维特兰娜 阿列克谢叶维奇 他也是2015年 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他说你们都坚信 文字可以改变世界 虽然呢 有时异常艰难 你怎么来看待这句话 这个 是的 这是老朋友了 这个老朋友呢 这个 他这句话 最后刚才您说的这句话 是他在这个 2018年 2017年 18年的时候 我去白俄罗斯 看他的时候 他专门给我写在笔记本上 一句留言 这个我对他 还真的是 就是很有感触 因为 我跟他认识比较早了 是89年5月份 89年5月份 在那个 非常不平静的北京 认识他的 我们是在苏联美学研究所的 座談会上认识的 当时呢 斯维特兰娜 她是一位中青年的女作家 在这个代表团呢 他们有一个排名 我看他是排最后 前面都是 正统的 官方的 这个 现实主义的文学大家 斯维特兰娜呢 他是 在苏联时代 他是以 纪实文学建成的 这个 他的小说 都是 非常简洁的 对话体的 纪实文学 当然 他也有一些 比较客观的描写 描述 不过 他的小说 确实是 非常的简洁 简洁到 就像剧本 就只剩下对话 而且这个对话 又写得很精致 又非常的写实 他是一个 带有现实 高度现实主义 这个色彩的 嗯 这个 完全记录于 现实社会 重大事件的 一个 纪实文学作家 而且他有传承 他的老师 他的老师 应该是 他的老师是 白俄罗斯老作家 70年代就去世了 嗯 我名字 我因为我记不住啊 名字可能是这个 谢达 胡达西韦 可能是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老作家 所以他呢 是完全忠实的 继承了 这个 他的老师的传统 所以呢 他呢 为什么 刚才我说 他在苏联 排名是最后一个 到中国来 在那个作家代表团里边 就因为当时 大家对他评价 是非常矛盾的 苏联作家 苏联文学界认为 他写的 既是文学 有冲击 有力度 是对苏联 不透明的 新闻 报道的 一个重大的补充 那么但是文学界认为呢 这个 报告文学 就不是文学 报告文学 还是新闻 不能归入文学作品 不像现在 咱们叫什么 非虚构主义 已经非常的 非常从西方 这个 这个 从欧美的 这个概念中 已经剥离出来 已经完全的 很独立的一种 文学体材了 当时不是这样的 所以当时 他是很有争议的 一个代表人物 他的第一篇作品 和德国家奖的作品 就是那个 就是战争的面貌 不是女性的吗 就是写二战的 这个女兵的这个故事 后来他写了一系列 对对苏联 重大事件的报道 重大事件的这种 这种描述 包括切尔诺贝利事件 包括阿富汗战争 还有其他 就是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 灵魂的审问 发出了 严厉的这种 审问的这种 声音 就是 谁来对 制止国家犯罪 他认为切尔罗伯利事件 是一场重大的 国家犯罪 当然在那个时代 包括 后来苏联解体之后 他的作品呢 都 尽管都出版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 还是受到压抑的 包括他得奖之后 得奖之后 由于他是德语作家 他的这个创作和他的这个年代 和他创作时段 横跨苏联解体之后 两大时段 那么就很难 把他和俄罗斯割离开 尽管他住在明斯克 所以他获奖 2015年获奖之后呢 鉴于他如此犀利的作品 普京和卢卡神科 对他 他犹豫了很久 但是还是给予了 审慎的祝贺 我对他最感兴趣的 还是他作品的深度 就是他在北京 北京大学的那次讲演 和在中国社科院的两场讲演 16年 16年夏天的时候 都是两场 两场讲演的翻译 都是我来 我来做的 所以呢 我觉得他和中国当代作家 这个区别 我做了一些比对 就是他更 更宏观的 去通过自己的作品 去揭示 苏联的本质 和从苏联过来的 这些所谓红色实验室的 这些苏联人 内心世界的这种 这种刻画 或者说追寻 还有就是 他对这个解体 整个苏联 前苏联社会的这些人群 包括俄罗斯的 白俄罗斯的 哈斯克斯坦的 还有这个基尔基斯的 就整个这个15个 江峰共和国人群 这种灵魂世界的 这种探寻 是非常的深刻的 这个远远超过 我不能说中国作家 就不存刻 中国作家也很深刻的 但是我觉得 他所关怀的 这个目标 非常的宏大 非常的宏大 他跟他在两场对话中 我能明显的感觉到 跟中国作家和同行 建立一种对话机制 和谈了一种 共同的话题 还是有障碍的 还是有障碍的 我能看出来 那么他为了 要客观的描述 那场在苏联境内 或者苏联领域里面 所发生的这个重大的事件 就解体这个事件 他远行欧洲 在德国住了13年 去观察 远离观察 通过参加欧洲作家的活动 来反观 苏联和俄罗斯 白俄罗斯作家的 现在的思考 他得出了很深的结论 也写出了很好的作品 现在又回到了明斯科 所以我觉得 看了他的作品 欢迎了他的演讲 又跟他有几次私下的长谈 我真的是受到很大的启发 同时他也告诉我 他说一个伟大的作家 不是天天发东西 天天提观点 天天去震撼人们的眼球 要潜下心来 他给我举了几个例子 第一现在我去读 一两位当代 俄罗斯诗人的这个作品 说好好读一读 他们的诗也会理解 今天从这个时代 那个大动荡 大残酷时代 大恐怖时代过来的人 他们灵魂的积淀 这是真正的黄金 这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 Alexievich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这个作家 后来我这个 但是我觉得还不错 切尔诺贝利这本 切尔诺贝利祭导这本书 出版了以后 这个好像还是运输 还是非常不错的 提到出版上成功 是我个人知道 我的这个翻译作品中 可能是现在算 卖的最好的一本了 这个出版社的眼光吧 当然也是美剧帮忙 因为那个时期发行的高峰 正好感受美剧同品作品的 在美国美国这个和全球在热播 所以它都是一个契机 就是这样 对于中国来说 俄罗斯是邻国 但是实际上很多朋友 并不了解俄罗斯 您能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来聊一聊 这个俄罗斯这个民族吗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 最大一个话题 就是我就想 就是要聊俄罗斯这个民族 聊俄罗斯人 可能就是还是要 我讲个小故事吧 还是从历史上说起 就是中俄两国 我们现在说 它是一个邦交 就是一个友邦 那么友邦 友邻 他们如何是成为邻国的 实际上 我们看历史就知道 中俄两国原来并不接壤 他们不是一个邻国 就是按照这个大清康熙的这个说法 这个中俄的边界 假如要是接壤的话 应该画在贝加尔湖 贝加尔湖 我们很多现在旅很多旅游的 都可以去 有热线 贝加尔湖 大陆也可以去 欧洲香港台湾都可以去贝加尔湖 这个贝加尔湖 旁边有个最大的城市 就是俄国 东西伯利亚的这个 当时的这个首府 或者叫军事重镇 叫这个伊尔库斯克 这个那个地方 实际上才是 就是当时大清认为 那个地方才是 俄国的边界 他跟中国 应该首先隔了一个湖 你们是在湖对岸 你们是在湖那边 这个湖是我的 你们是在湖那边 湖是中 湖是大清的 但是后来也有人跟我争论 说大清的代表中国吗 是当时来说 到了1685 89年 1689年 中俄签署第一个 也就是中国历史上 近两百年 近三百年 三百年来 两百年来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际条约 就是中俄 一部主条约 中国 大清还真用了 中国这个字 所以呢 而且俄国还承认了 所以在 在这个角度上看 那就是一个中俄的 中俄的条约 第一次 把中俄的边界 确定下来了 那么在此之前 中国和 卢斯人知道不知道 认识不认识 打过交道没有 那是打过很多交道的 中俄之间 实际上是从 明朝 明朝万历年间 万历年间更早 就打交道了 咱们就说一个小事 就是说 中国两国是谁先 谁先招的谁 谁先想了解的谁 或者是谁先去找的谁 那就是 那我就告诉你 是俄国人先找的中国人 1614年到1615年前后 这个俄国人就想到中国来 因为他们知道东方有国家 他们当时已经 因为当时是明朝 当时是明朝 万历年间 这个他 传说中的中国 对俄罗斯人的概念 在俄罗斯人的概念中 有两个突出的 这个象征代表物 一个是万里长城 这个可以理解 第二个是金苹果 金苹果 就是 就是这个 至今我也没理解 什么叫金苹果 就是说 后来我才看了很多史书 才知道 俄国传说 中国盛产一种 金色的苹果 又甜 又多汁 又好吃 所以呢 这个是吸引他们 对中国 向往东方的主要原因 而且中方 当然了 除此之外 富有的 就是非常大量的财富 东方大量的财富 所以导致 第一位哥萨克 驻扎在伊尔库斯的 伊尔库斯克的哥萨克 跨越了贝加尔湖 翻越了 这个吉尔基斯和蒙古的山脉 戈壁 一直 徒步走到了 走到了这个 现在的北京的北部 长城的入口处 就是根据我的判断 就是张北 就是张家口一带 从那个地方的长城入口 进到北京 而且打的旗号 是沙皇的旗号 说沙皇特使到了北京 但是 这个特使在中国边境就被扣留了 在大清的边境被扣留了 被押送到北京 受到了盘问 他们当时的到北京的目的呢 就是想来见中国的皇上 就是要见明朝的皇上 但是明朝的皇上肯定是 肯定是不会见他们的 因为他们手里 按照中历史书上记载 他们手里没有任何凭证 来证明他们是俄国沙皇的特使 首先没有国书 第二没有国礼 所以中国的皇上不予求见 他们在北京一共待了四天 领他们去参观了一下北京的这个紫禁城 又参观了一下北京主要的商业街道 商业集市 这个但是皇上还是 中国的皇上还是给他们留下了一道圣旨 一道玉笔写了一封信 让他们回去转交给沙皇 他们带着信就撤回去了 这个前前后后已经过去了三年至少 他们到了俄国之后 这封信没有人能够跟他们把它翻成俄语 因为他是用满文和汉文写的 没有拉丁文 无从翻译 这样一放 就在这封信就在皇家这个书柜里放了56年 56年之后才又把它译成了 有学东方学的汉学家 才把它翻译成了俄语 原来这封信的意思就是说 中国的皇上同意跟俄国人进行正常的两国贸易 鼓励两国的贸易 他们可以带着国礼再来 但是这封信呢就迟迟没有翻译 就被搁置了 所以俄国由此 后世知道这个事 逐渐由此形成了一个成语 叫中国国书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中国国书被形容一份神秘的重要的 却根本看不懂的东西 俄语就有这么个成语 当然你拿一个东西来说 很重要很神秘 谁也看不懂 这就是中国国书 所以它变成了俄语的语言一个现象 这个我觉得我很关注 我觉得很有意思 它是由于跟中国交往 双方产生了不解 而形成的一种语言结果 或者语言的这个 这个叫成语也好 叫礼语也好 这个很有意思 这完全代表 也代表俄罗斯人的共性 就是俄罗斯 俄罗斯人对中国很向往 他们对财富很向往 对东方的神秘的东西很向往 所以他们就开发 他们就派这个 德萨克一行人到了北京 冒冒实实到了北京 什么都没有 还想见皇上 俄国人就是这样的 俄国人的性格就是这样 就是他只要想做 他只要有居动力 他就去做了 至于做的手段 是不是合理合法 或者合情 那就不管了 那再说 那再调整 所以中俄在北方见面的时候 俄国人就是这样一群人 他们对北方的土地 我说的就是 贝加尔湖以东 黑龙江以北 这个这片土地 他们的寄予 是非常的强烈的 因为他们出于利益 出于战略 出于疆土 种种考虑 所以我把初次 见到中国人 见到俄罗斯人的心态 写在这个故事里 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刚才我们提到的 这个俄罗斯独行比例的 这个其中的一篇 当然后面我还有 其他的很多的故事 都会讲到 我们和俄罗斯人 打交道的时候的 这些过程 和这些历史瞬间 我都会讲到 但是这个 这是我觉得 他比较能够说明 俄罗斯人性格和特点的 但是他还有其他的性格和特点 俄罗斯人有他的 因为他 他是一个草原民族 所以他有他的这个 他有他的漂泊感 他有他的这个不确定性 他有他的这个 出尔反尔 由于他被蒙古 金正汉国统治200多年 所以他有他的这个 能争善战 所谓战斗民族的特点 由于他后来建立了强大的帝国 所以他有沙文主义 所以他有这种征服欲 我觉得这都是他的特点 那么我们会通过不同的故事 来把这些特点 逐步的都表达出来 在旅游期间呢 俄罗斯的国际笔会的秘书长 特卡辛科 曾经建议专门为您签署 一个随身的证明文件 说明了您是中国去俄罗斯的文学翻译家 是沟通中俄文化的桥梁 当初为什么需要帮您准备 这样的一份护身符的文件 这个更有意思了 这个2000年之后 2000年前后 其实在苏联解体之后 中国有大量的个体的物工人员 经商人员 以这个身份到俄国去做生意 其实话说回来吧 就是个体小商贩 由于对两国彼此之间不了解 因为在苏联时代 中国世界大家都是很封闭的 交往人员都是有限的 除了国家层面的 所谓政府层面的都很有限 对民间交往很陌生 没有建立起一套有序的民间交往机制 所以民间人员过去之后 对当地的法律法规民情 民俗生活习俗完全不了解 由于这种文化冲突 也在所难免的 引起当地人的一些反感 那么又加上俄国人和中俄文化的不同 这就不用说了 肯定是有很大的矛盾性 它跟可能中美文化这种不同之间 也有相似之处 俄国就更甚 因为俄国这个民族 它本身在解体之后 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从法律上 从政策上 从体制上都不确定性 那么中国人去了这种地方经商 势必会引发各种各样的矛盾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也是90年代以后 开始去的俄国莫斯科 那么作家协会的主席说 他也知道俄国青年中出现了这种暴力主义团体 什么光头党什么这样 他们就是以大俄罗斯主义为上等 什么优质上等人等 对其他民族进行抵制和排斥的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他说我们还是给你写一份证明 以免你在当地或者所经过途中的 这个警察机构对你产生误解 以为你也是来搞什么投机倒把 什么小打小闹的 不是就是贩卖个体非法贩卖者 尽管你不是 但是在一个移民刚刚开始 移民倾向刚刚开始抬头的一个俄罗斯社会 警察对中国人也是羊肉不分 清红不分的 还是给你一个保护比较好 这个笔会有很多作家的都是我们感情很深 是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 在作家中国作家协会 就是还有在文联工作的时候 我都接待过的作家 这个像艾特马托夫啊 阿克修诺夫啊 莫斯蒂·歇斯蒂这些都是我在 就是包括伊夫妇森格都是我接待过的作家 都是在苏联是一流作家 所以他们真的对我是非常的关照 我很怀念这段时光 尽管他们现在都已经走了 这个都不在了 这个我觉得 所以他们就给我写了这么一个护身符 所谓护身符这是我后来加的名字 实际上就是一封公 就是一封公函 就是我们是作家协会 我们是谁 我们现在邀请了一位中国来的一个学者 他是中俄文化文学的一个条梁 在这里是翻译小说的不是卖语容符的 意思就是这个 就是你们希望各地的军警部门予以关照 见到他以后 希望不要制造麻烦 我真的我觉得挺感动 我觉得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 这个协会的会长给一个会员写这通行证 而且这种通行证似乎是就跟那个护身符似的 我就把它称为护身符 从来当然了写了以后就从来没用过 但是有一次我觉得很有意思 特别晚的时候半夜 我这个11点了 我在这个地铁里面回家 也是开完会回家 还是怎么着 这个碰到个警察 我就我就故意往他身边走 我就想就特别希望能够验证一下 这个护身符有没有用 然后那个小警察就一看我过来 凡是对中国人那个年代 2000年到2008年前后 只要看到是中国人 基本上都给你笑过去 那是这都是有故事的 就是有过去之后 你要钱的要东西的 刁难你的带走的 这个什么都有 我今天就想看看他怎么刁难我 反正这个就跟我 他果然跟我要护照 看了护照没毛病之后 就是还不放 就是还很怀疑 完了这个 完了就是说 就是你还有什么证明 你在这做什么 我就把这个护身符掏出来 然后给他看 我想看看他的表情 亲身体验一下 护身符的作用 看完之后 他就非常认真地看了 我半天 指着那个下面签字的那三个作家 一流的大作家 就问他们是谁 哎呦我觉得好 我觉得他撞我墙口是吧 我说他们是谁 你不知道吗 我说你中学没读过书吗 你们的语文课本里没有输入过他们的文章吗 或者是你们的课外读物里没有他们的作品吗 就是连续问了五六个问题 弄了他一大红脸 觉得特别不好意思 好像他因为他觉得他还是个有文化的警察 新一代的警察呀不是大老粗啊 结果赶紧还给我说 他说行行行我也不问了 你问的话比我多 你当警察比我合适 我说告诉你这些都是作家 非常就是非常诧异的看着我 就说我就这作家写这玩意有什么用呢 给我看 这还是他就一直不理解 但是我就说你回去好好读他们的书 这些都是你们的骄傲 你们文化的代表人物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我就给他说了一顿 拜拜了 这就是这个 反正唯一的这么一次验证这个护身符 好像也没验证成功 但是我就利用那护身符把警察给教训了一顿 这是我的经历 我好几次用这个文学 俄国文学苏联文学教育警察 好几次我觉得这个挺过瘾的 因为从来我在我的印象中和我所知道的 不过去使馆了解的情况中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能用文学教育 俄国人 那吵架有的是 打架有的是 甚至罚款有的是 但是文学没有 我觉得是独一份 2012年开始呢 您开始写博客了 记录一些心得以及发生的有关于俄罗斯的时事 您是怎么想到写博客的呢 写博客这个事后来就发生在我从俄国 俄罗斯就是基本上撤回到国内了 就回来了 再去就是短期的了 几个月半年这样的短期的了 我觉得需要有一个 因为当时鼓励自媒体 这是一个媒体 自媒体刚刚在国内比较上升这么一个趋势的时候 第二就是说呢 需要一个自由表达的空间 因为毕竟无论是在报刊连载自己的作品 还是在出版社出书 还是与其他的多媒体形式 还是新媒体形式 我觉得都会在时间速度审查上限制自己的限制我的创作的空间 就这样一个 包括自由度 所以我想呢 这个自媒体 尽管自媒体也是需要审查的 但是我觉得它比较快 我今天想到今天写 今天我就可以基本上大家都能读到 它反映了或者适应了 就是我过去就是一贯的就是希望能够 因为过去也做出版嘛 就是满足了我这个出版人的这种愿望 不仅仅是想找一个平台 我觉得这个一二年我就开始一直到今天 虽然现在写的不如当时多 种种原因 但是还在坚持 我认为这个博客还是一个比较从容的 也是比较及时的一个平台 您的主要作品呢 有《闲说外国人》 《俄罗斯兵美人》 《柏刘索夫诗选》 《普希金夫人传》 《骑兵军》 《人战争梦想》 《谬斯莫斯科北京》 《心灵河湾》 《细说普京》 《斯拉夫之美》 《牧手寄语》等等 能不能跟我们大家来说一下 就您最满意的一部作品是哪一部 为什么 我到现在没有 真的是还真是没有一部满意的 我老是觉得就是他们 因为别人这样说 就说说我用我认识的电影导演 他们都说每一部电影其实都会都是有遗憾 所以最满意的应该是下一部 但是我是不是该说我的写作的书也会是下一部呢 这个我还真不敢这么说 因为我觉得我的下一部书依然是有遗憾的 就是因为社会变化太快 思想也会不断的去追随这个社会 而且永远不会写到我满 我对这个深度和广度的满意 到达这个满意的标准 所以我一直认为是有遗憾的 我觉得这个 我唯一的可能会稍微有些许安慰的 就是说我觉得我最近十年来 就是我的文字 我的文字跟过去二三十年相比 是有一定的提高 最大的标志就是简编了 我觉得人一辈子是做写作的人 一辈子最重要的就是语言和文字 就是这个文字特别特别重要 重要就在于我认为不是像过去二十岁的时候 认为它多么浮华 它多么美丽 它多么复合剧多好 做得多好 那个多么能展示语法的魅力 它就多么漂亮 多么完美 其实我觉得那是错误的 我觉得应该是它多么简洁 它多么有节奏 在适当的时候 一定要学会使用句号 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现在刚刚尝到 这方面的心得 所带来的快位 所以这是我觉得我的 我满意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这个满足感是无限的 就是它依然可以发挥到极致 我觉得我下一本书 语言肯定比这本书 还会继续的简洁下去 而做到简洁 真的是太难了 我几乎用了一辈子 不是太顺手 还要继续简洁 就是这样 网络阅读时代 关注纯文学的人 似乎是越来越少 您觉得现今的情况下 作家需要转型 以适应时代的需求吗 我觉得不需要 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现在很难 现在我不知道在欧美这边 欧美这边也很难 我知道 就是出一本书 是不太容易的一个作家 他要顾忌的很多 大陆和欧美这边的共性 就是说阅读跟图书分不开 但是一个作家写作 出版社对你的要求 除了当地的特殊要求之外 或者是审查 或者什么 这个以外 还重要的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审查 就是市场 市场要检验你 所以你一定要拿出 比较好的作品 第二就是说在阅读 阅读 数字阅读和 数字阅读和这个 纸板纸织阅读 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就是当我们 当我们去阅读一部 真正所喜爱的作品的时候 我还是坚决的倾向 要读纸板 而不是读数字板 当然我不排除读数字板 我已经买了数字阅读器 这个还从上面下载了 有偿的下载了 我所需要的书 包括什么《青史》 包括这个《古诗词》 包括这个其他的 俄罗斯的一些文学名著 但是我真正要去 认认真真的读一本书的时候 我一定要看纸板 因为纸板所传达给我们的 信息是电子书 所不能够替代的 包括纸张的这种质感 包括温度 包括它呈现在给我们的 印在纸上的那些文字符号 不适合习惯的问题 这里边还有一个就是 亲和力的问题 还有一个是我们自小养成的 这种阅读的这种感觉 电子书可能就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 我从一个作家 从一个写作者的角度讲 我不觉得我要去迎合电子版 或者是怎么样 我就依然不变的 按照我原来所既定的给纸板书 去为纸板书而写作的方案 就足够了 至于说是不是能够 由出版者能够转移到电子版上 看这个电子书 那是我觉得是经营人员 和运营人员 他们的工作了 就不是我的工作了 大概是这样的 孙教授您觉得 这个作家的使命是什么 如何才能完成这一使命 每个人可能有每个人答案 每个作家有每个作家的答案 对我来说 就真的是希望能搞懂一件事情 就是搞懂生与死的问题 我是希望通过作家的阅读 作家的构思和作家的写作 来把这个问题 个人的感受说清楚就OK了 我觉得很多人是在写作的时候 他们有的人会 就是他会读很多书 参考很多 参考很多这个 旁征博音很多文学作品 或者是一些点击 著作 这是必要的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 由于我受到过 这个比较深厚的 或者比较多的 俄国文学 或者是 就是宗教的影响 所以对我来说 我就把握一点 就是我所做的 我所阐述的 我感觉 我所感觉到的东西 是不是跟老师在 在教堂上给我讲的那些 有关于圣经的东西 能够契合 我觉得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不能偏离 这个先世的教诲 不能偏离善恶的这个标准 这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觉得我也不会 背离这些原则去写作 这是我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观点 好的 谢谢孙教授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再会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